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ESR1柏林Major 那么淘汰赛的败者组首轮比赛 那么今天是三轮BO3 我们准备给大家来直播前两轮 那么前两轮都有中国队出战 首轮比赛是由星辰对战Spirit 第二轮比赛则是由XG对战 XG对战谁来折战 不是SR SR是在第三轮 第二轮的比赛是XG对战Liqua的 今天的话是准备给大家直播和录制这两轮比赛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轮比赛的第一轮 星辰对战Spirit的双方第一场的BP 星辰这种比赛拿出了光法炼金冰女 这个版本最热门的两个酱油卫冰女和光法 星辰是都抢到了 然后在两个大哥位的位置上 目前拿出来了一个炼金一个斧王 这个炼金的定位现在还不太确定 但大概率应该是打一号位交给莫奈 在搬人方面的话 没有人选择搬掉AA 然后Spirit这边拿出来的阵容是一个萨尔加末日前两手 三四手拿出来的是天阿默克和熊战士 天牙默克这个英雄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版本虽然已经连续的加强了两个版本 天牙默克 但他在比赛当中仍然是一个没有什么人去关注和使用的一个英雄 第四手拿出来的熊战士也是为了针对星辰第四手拿出来的斧王 那在最后一手的话给苏妙拿出了风情 之前苏妙的风情是打了非常不错的一场比赛 看来也是比较有自信 那么这场比赛拿出风情 同样差一个中单位看看准备给拉尔去拿哪个中单 拉尔最近在中单这个位置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很深的英雄的表现 最后一手拿出来的是紫毛中规中矩的一个男人 那么这样的话熊战士末日和紫毛这个三进战 我估计这场比赛杜姆的大招可能会怼着对面风行去给了 天牙默克这个英雄的话 现在我倒还真没看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特别适合的场合 我能够想得到的是现在天牙默克倒是蛮适合用来去打美朵莎的 因为他的A帐出来的那个A帐的暗会幻象 他的战斗力着实有点厉害对吧 着实有点厉害 这样比赛Spirid1号位亚托洛的熊战士3号位末日 星辰看看这场比赛中单苏妙的风行能不能表现的像上一场比赛同样的出色 甚至更加的肤色 上一次他用风行那场比赛真的是打的太好了 这场比赛的节奏带的飞起 那么星辰的整体阵容来看的话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比较标准的一个单火炼金的一个单火 然后但是风行这个点可以补足的输出 和斧王能够给予的控制是非常足的 再加上两个酱油位 在前期能够给自己的队友带来非常足的一个蓝量的回复能力 续航和回复能力 所以现在的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以后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的整体感觉是 要看前期星辰的对线能不能够打出来优势 因为毕竟这个阵容现在最大的优势是在对线期 他的续航是要远优于spirit的 要打出来一个足够强大足够亮的一个消耗 并且能够去压制住对手的兑现 那这场比赛就比较好打 下路是波波卡的光法去配合斧王 这个组合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说法 上路冰女加上令金术似的话 两个人都在空 算是有点收益 有一点收益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击杀的机会 要看一下对方上路的这个末日 会不会非常的膨胀 对吧 会不会非常膨胀 如果非常膨胀的话 那就有机会去杀了 对方的这个上路组合的战斗力 其实还是有点强的 你的大哥位 前期如果不是一个肉搏能力特别强 特别出色的这种大哥位的话 面对末日挺头大的 因为他末日这个家伙 现在都是会选择去突线冬顿 低点装备 而且很早的就可以去拿到一个指导指环 这就导致末日在线上混的会非常的凶 开着自己的焦土疯狂的去消耗 身体不说嘛 声音不一样 声音不一样 这个待会儿都好了 别着急 因为今天刚开播 一般刚开播第一场的这个声音 灯后面都会有多少有一点点的区别 亚头罗一上来是被星辰这边五人过来抓了一波 开悟抓了一波 不过没有能够抓到 追了不远 追了不近的距离 不过没有追到 而移速方面 熊战士这个英雄还是有些自信的 这个英雄初始移速不低 Spirid这场比赛中路紫毛打风行 我感觉按照拉尔最近的表现和他兑现的毕竟是苏妙啊 这个苏妙的风行 我感觉应该是会被打得很难受 下路末日加 应该是加天安莫克吧 末日加天安莫克 熊战士加天安莫克也行 这样比赛看Spirid准备怎么去分路 一般来说 还是让他们的四号位去下路的可能性高一些 但是萨尔跟天安莫克这两个人 现在都在下路 没有人要去别的路的意思吗 这是要搞事情了 他们这个一上来再下路搞事情的欲望还挺强烈的 这块抢了一个观察者 然后这块插了一个眼 这个明显是要搞一波事情 中路风行现在是在疯狂的在点拉尔的这个子猫 把拉尔的子猫的这个盾点掉了 而且已经点掉拉尔半血 这个拼得好凶 苏妙自己的血量基本全都是在点对方子猫的时候 就是自己掉的被兵线点掉的血量 一上来直接是先反不了一远程兵了 苏妙中路的对线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 上路萨尔那边是回到了上路 下路这边是留了一个天安莫克 不过天安莫克这个血线还是真的够低的 天安莫克这块一个命之笔 滑上去打到了皮球的冰女身上 那么两边也开启了一个疯狂的对着消耗的节奏 Mira这边在前期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对于星辰来说下路的击杀一定要留神 就是你的技能一定不要提前给 如果你的D技能提前给了的话 比如冰女的冰冰精神提前给了 大概率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对方的末日会开着焦土 甚至套着墨勇过来去追你 这个时候你要想跑掉的话 是有一定难度的 上路这里之王之光 把雅陀佬推过来 然后小学生追着疯狂的一顿平A 其实一级的腐王在只有一个 就已经加了点灯的情况下 雅陀佬这边按道理说不应该怕的 但是血量实在是太低了 刚才这波周围的兵线很多 其实刚才那个位置 如果小学生继续扛着去跟对手 对着消耗的话 只要雅陀佬的血量能再多一点 刚才这波他其实是很虚的 但是现在又转了就无所谓了 得积血之盲之光 推走对方的熊战士 熊战士现在在上路的对线 已经被星辰这边给打爆了 残烟拉一手 然后随便要开启自己的一个风波 转身A两下 不过没有蓝却放这个穿星剑 赶紧克平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再去消耗一下 东路的对线补刀 来看他和拉尔这场比赛 这个紫毛打得还真是不错 你别说 在这边问你皮士 把对方的光法给他看回去 然后把观察者给他点掉 观察者点掉以后 我们前来看双方的周期对线 差不多 两边这个对线现在打得差不多 上路斧王这边是占了一点点的便宜 这块看一下熊战士 也不敢硬打 不敢硬打 现在斧王的电风扇 还是确实有点厉害 其实对于近战英雄来说 斧王的电风扇变化并不是太大 在有魔精之前变化不是太大 这个上路看来选择用熊战士和斧王的对线 目前来看的话打的并不是太好 而是斧王的这个点灯 频繁的点灯 把熊战士的血线一直压得比较低 然后配合光法的之王之光 不让对方补刀 给完你点灯 不让你补刀 然后疯狂的去消耗 这个就很坏 给萨罗尼皮士盯一下波波卡 然后再A几下 不过波波卡身上 现在的这个血量是真的高 而且有一正好旗子兵来了 刚才点的这几下基本上等于白点 旗子兵来了以后 这个回血速度太快了 我说这个major主舞台 是在哪里看呢 斗鱼 这个比赛的主舞台实在乎 中文的主舞台是回家的 这莫勇啊 炸晕 这一波这个莫奈的血线 这个血线 这个血线 扛不住啊 莫勇加上胶土的这个输出 还是有点低的 这里冰女再给上一个平A 转天再给一个平A 这里一个命运之比 哦呦 冰女其实不错了 强行拼掉了对手 但是冰女的英雄毕竟自己太脆了 看看中路 萨罗尔给了一个光 存表的风行 被对方跟进屁试回来 光法给上一个回蓝 减CD 可以 直芒直光推回来 那么这里瞄准一个捆 然后一个穿云剑 Nice 一个穿云剑再加上一个光法的波 瞬间集火成功 秒掉了对手的这个子猫 那么这样的话 紫猫被中路 这一波成功的反打 击杀掉人 都是来到了2比2 下路看看这里 又要给一个墨庸 一个沉默加一个墨庸 乍晕 不过顶塔的话 有点不太理智了 冰绕这里又是一个命运之比 有点准啊 你别说他这个命运之比 看中路萨尔这边 回来帮队友报仇 但是没有按键撇视了 按键撇视已经用过了 那么打了一套并没有死 游戏时间五分钟 这个时候没有神符 这个没有神符的时间 对于风行还说略尴尬 没有神符的话 意味着暂时 他的这个状态 有点不太有补回来 蓝量倒还好 毕竟有个冰女 但是血量确实有点着急 对方的斧王和光法两个人 趁着萨尔不在 也是疯狂的欺误 这个雅头罗 还要看雅头罗要死啊 这波 还好用一个派地板 直接撤回去了 熊战士并没有找到 更多的机会去吼住他 看看小学生 这里还在找 让你骗士把你钉回去 光法这里看到了熊战士的 小鸡两下直接点掉 雅头罗也是提前控制自己的小鸡 赶紧把这个道具拿到手上 这里没过杀了 这个筐给的有点厉害 直接利用一个筐 把对方的斧王给隔住去了 现在斧王身上 因为已经有了先锋盾 所以确实有点打不过了 那么目前人头术 虽然是 3-2 先这里滚 开大 然后共用外冲打一下 残阴异化出来 6级的风行 打5级的紫暴 这里再给上一根春晕剑 直接射中对手 再消耗一次 等你别设定一下对方的光法 萨尔这波也是自保成功 但是感觉这场比赛SPR的前期的对线 被打的真的是好难 而这块风行给了一根春晕剑 想要暗算一下 秘密河沙发没有成功 可惜了 这根剑其实给的实际位置都很准 但是没有中 对方的也是走位比较小心 并没有往神父点的一个地方靠 来看一下双方的经济 现在三号位的经济排在第一第二 富王的经济第一 末日第二 然后中单风行这边是暂时排在第三 然后这里一个念皮士 丁回来加一个墨勇 然后一个沉默的幻影之庸 光法直奔给上去 熊战士等下自己身上的这个密斯 但是被对方给了一个点灯 看一下光法这里又是一个波上来 完了 富王这个地方留住 然后这样的话 风行赶到了上路 一根箭送走了对方的萨尔 而且冰女包围过来直接在塔下 冻住熊战士 还有一个Mira 这个地方跑不掉的 三个人这么围剿 你不可能让你跑不掉 然后Mira 哎呦 这根箭没射中 不过问题不大 队友的技能很多 嚯 加护Mira 这是躲了多少个技能 死猫来到了上路以后呢 想要进行一个收割 但是没打掉 小一张有点硬 自己的技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一个异画 崩一下 往回撤 这个地方冰女就在他脸上 直接给上一个技能 然后队友再给上一个职王之光 但是缠绕并不打断这个传送 这个传送下个版本应该会被改 传送门这个应该下个版本会被改 因为现在这个缠绕不打断这个传送 这个设定确实有点呆 按照威慑在现在对于传送的这个机制和缠绕的这个机制来说的话 缠绕应该是跟束缚差不多 就是他会禁止你使用位移道具和位移的技能 还有很多的自保的技能 就是那种类似像什么关的技能之类的 什么相位转移啊 什么之类的有的技能 他也会受到类似啊 这些技能他也会受到缠绕的一个影响 但是现在传送门的这个缠绕不断有点呆 紫毛目前的经济现在只排在拳掌的第六位完完全全的是被风行给打爆了啊 那么2900的经济风行是3600 3700多块钱 看看萨尔恶尼批士把父王给盯回去 但是自己的血量太低了 皮球这里拿到人头美滋滋 上路熊战士也被打爆 那么下路本方的炼金虽然发育的一番 但好歹是炼金 对吧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两边同样被打爆 我多少还有点额外的金钱 你是一点没有啊 而且从被打爆的程度来说的话呢 那么父王加上光法的进攻成本相对更低 而Spirit对于上路的支援没有能够收到任何的效果 所以现在星辰已经是来到了一个6比3的人头数领先 加2000加的团队经济领先 这场比赛村庙的风行到现在为止的表现 可以说仍然是非常的顶尖 看这个额尖皮尺把他看回去 这个捆还是捆到了 光法过来 冰女也在 冰冰进尺给上 一根箭直接送走 nice 星辰这场比赛打得真好 这场比赛打得真好 这个状态继续保持战队的话 星辰还是可以再继续往前再走一走的 Viria的这个队伍他们现在整体的实力 其实是下滑了不少应该说 但是下滑了不少 相较于之前的他们来说的话下滑了不少 不过这场比赛星辰自己打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的时候对方打得好不好能看得出来 但是你自己打得好不好也很重要 你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算对方同样打得不错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只会变成一场 就是两边在护怼 非常精彩的护怼和互相的博弈 这里残阴拉住我控斧 抢完了以后看一下风行的状态有点差 没什么蓝了 但是对手回蓝能力很强 这边直接一个斩 带走了Mira的天洋梦克 你们不过有没有炸出来 死猫这里也是在一顿乱跑 他府王跳刀一定有啊 跳刀先锋盾 这个比赛节奏下去的话 我甚至有点感觉星辰这个阵容打得有点 我有点奶的嫌疑 我还是先不说话了是吧 我怕到时候这场比赛 万一中期SPIRIT突然间觉醒了 然后把星辰给打爆了 回头我又说我奶 又说我毒奶 好 虎王这边一个跳吼 然后兵女一个斩 nice 兵女这边冰锋精致 然后防一个斩 直接把对方的萨尔带走 打完这波了以后 人都是来到了9比3 在正路一塔后 对方一塔后二塔前的这个位置 又抓了一个 现在虎王跳刀加上先锋盾 然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出刃甲 有风行的高输出 有兵女跟光法的一个双回复 对吧 这种双续航 就是这场比赛 现在的优势有点大 11分钟领先4000加了 这场比赛是纯纯的星辰自己打得太好了 并不是说spirit打得好或者不好的问题 是星辰自己这场比赛打得太好了 整个的分路节奏 然后包括中路带节奏的选择的这个方向 队友的配合 冰女利用传送门的包夹等等各方面 把对方优势度直接打爆了 而这中路是完全靠着苏妙自己的基本功 然后把对方拉尔这边也打爆了 然后还有就是回蓝 回蓝的这个差距 这个位置 风行看了一下 跳猴猴住 nice 风行在这边可以直接接一个魂 然后呢 这一套爆发上去没死 第一时间能不能斩 没斩掉 但是还有一个点灯 好像可以烧死 漂亮 没有斩掉有点可惜 但是问题不大 看看天安木哥这里给了一个命运之笔 划了一下 萨尔给一个框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那么没有像萨尔的恶景骗士那样的技能的话 这一波星辰没办法继续扩大战果了 但是10比3加上5000家的团队经济领先优势 现在这个领先优势也已经是足够大了 末代的连金术士 在穿汇奥以后的经济已经一跃来到了全场第一 刷的非常的快 主要是队友那边节奏带的飞起 真的是节奏带的飞起 他无压力刷钱 对方根本没有时间管的 对方主要用来带节奏的子包 现在穷的跟个酱油一样 他得去补经济 穷战士穷的比酱油略好一点 他也得去补经济 只有末日一个人的经济好 没用 没用 因为对方现在的控制比较多 风行的捆 光法的之王之光 然后斧王这边有吼有点灯的减速 然后还有一个兵女的减速和冰封禁制 你光靠一个末日说我开着焦土 实际上靠着墨勇去追人的话 他追不上 对方能够去缓解你追人的压力的这个技能和方法太多了 这里又是一个回篮 你这时候就能看得出来 光法跟冰女这样的英雄的优势 现在是真的大 现在在这个续航比较费劲的年代 这里Spirit也是要一波开悟 这里撞悟了 跳吼吼住了吗 没有 没有吼住 有点可惜 这个地方看下山上的话 你只有没时间打 风行非常漂亮的一个双捆 出来以后 紫毛转身 刮这里给上了一个复活 但是杜姆的大招给不上 练金术实也赶到了正面战场 Spirit已经是溃不成军了被打的 这个真的是溃不成军现在被打的 十比三 六千加的领先优势 十四分钟六千加碾压局 船上中的碾压局 哼 船上中的虐菜局 别说了 虐菜局这就是 Spirit被打的已经蒙了 连智慧神符都不知道空了 已经 扎尔突然间想起来了 挨了对方一顿暴打以后 突然想起来了 哎呀好像有个智慧神符 去吃一下吃一下 这左边居然是连智慧神符都给到了苏妙啊 真的是把苏妙保得非常的舒服 能笑到最后吗 哈 应该可以 这场比赛的优势有点大 说实话这场比赛的优势有点大 就目前星辰属于是他的优势已经大到可以让他容错两次团灭的一个程度了 哪怕Spirit打对方两次团灭 这场比赛都未必能够能够有效的翻盘 现在对于星辰来说唯一的隐患是什么呢 唯一的隐患是对方的这个复魂双度母这个东西 复魂双度母然后同时被度母动两个关键点 比如说这个傅王和风行俩人同时被度母了那就很恶心了 炼金倒不怕炼金只要大招开出来了 他被度母他也不怕他把他顶呗 反正现在你如果度母的是我的炼金数字的话 我的回血速度比你让我掉血的速度要快得多 然后我另外两个队友就可以疯狂输出 这关萨尔恶劲批事盯一下风行 然后这波开悟并没有找到人有点可惜 先插的这个假眼的话对方正好周围有一颗真眼 不过这个真眼马上要到时间了 看看这个度母度母现在还是在想找机会 但是看不到人啊这个物要到时间了 而且度母手里边并没有跳刀 我也不知道他们准备靠什么找机会 这场比赛想打有效的先手的话至少保证度母 这里面度母大招给上给的是链接那无所谓 这根打啊星辰这根不要怂直接反打 练剑又死不了这根复活给上没有用 王过来直接吼住两个斩死一个送走对手 然后再一个斩没斩出来 这还有一个对方的末日啊 这个一根剑上去我再一个斩又没斩死 这波空斩了而且是 上一次他斩没斩没斩掉是因为他跳起来了 但是对方的人提前死了 这波是空斩了那么直接打了一个034 杜姆的大招直接给炼金没意义的 炼金这个英雄就是了他上来吃你杜姆了 你把杜姆给到他身上 对方只要其他人都在这团战随便打 找一张的府王上来吼住了以后 直接吼住你熊战士把你熊战士给你弹死 这个人头因为没有斩了小医生刚在一个空斩 现在斩进cd了 大叔这么自信不会看到剧透吧 我上哪看剧透去我这给你们开始直播呢 我还看剧透也太高估我了 炼金术上来几刀可以直接带走了Mira 人头是来到了16p3差11k的经济了 这里风行一个捆住开大 这个波波上来以后没有能够秒掉 主要是还是有点节省 这个弓脉冲的盾能吸收掉风行的大招伤害吸收的点多 如果炼金术是没开大的话 杜姆的大招给到炼金身上是有用的 你能杀掉对手的炼金至少 开了大招以后你就想杀掉的难度可是太大了 这场比赛从阵容的角度来说的话 杜姆的大招就应该怼着对面的风行 或者怼着对面的这个府王给 炼金术这个瓶子扔出去了可以 0.5秒扔出去 然后开始去对着对面的炼金术是疯狂输出 炼金这块开启双甲 但是对方有戈托斯 一根穿运箭过来直接秒掉 nice 紫猫这个地方就是被风行 开大打冰女 撞了一块残炼金术是一个人吃掉 对方几乎所有的输出 萨尔的框大留住了炼金 炼金被熊战士给A死了 这波带走了一个炼金加上一个冰女 几方交掉了一个度母 嗯 Spirit这波小转 这波小转 风行手里边出到了护灵所 光法已经在出A帐了 这个跳舞球马上就有了好有钱的方法 不到20分钟这6100分钟的方法 跟对面中单的紫猫精一样 我把这边已经有跳舞球了跳舞球光吧20分钟 游戏时间来到了20分钟的话有魔晶了看看两边要不要直接去打魔方 这边已经打成了 连金术士加虎王两个人已经开杆了 这边打掉魔精 打掉魔精看给谁了呀 我们看一下魔精的情况是给到了皮球的冰女 不错 可以一边开打一边溜达了 熊战士这里应该也是要打一下魔方 他们这个正常打魔方也很快 有熊战士 熊战士直接上来一顿连拍 哥几个帮着分摊一下 那么给上一个幻影之余 一个命运之笔 赶紧打 别走 你要打就赶紧打 这不要不要跑 跑不掉的 那个残射范围1200 这狐狗过来 吼一下 nice 一个斩 直接斩死 击沙达成再来一层buff 让熊 狐狗身上已经是斩了四层buff了 精神直接在21分钟的时候过来 去打一下肉身 冰女开个大招 然后在这溜达溜达 孙妙这块呢 又是拔掉对手的一个下路一塔 那么肉山盾也是给到了孙妙的风行身上 因为其他人也不需要啊 电剑也死不了 俘王对面根本就没人打他 唯一有被对手击杀可能性的也就只有风行 给肉山盾给风行 这个肯定是收益最高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风行两条命有用 他站起来第二条命的话 可以继续保证一个高质量的控制和输出 猫妙会解ート 参马尔居拜本公寓价富有过伤叮hei 参马尔居拜本公寓16的刀 old 精神章比赛的这个进攻节奏现在慢下来了一点点 这个跳舞球拉了一下还行 炼金术日的瓶子上来过来以后直接扔出去 对方的熊战士大招可以出来还个跳吼一个斩 nice又是一个又是一层 五层buff了现在已经 熊战士再次被击杀以后熊战士经济现在就一万一千七啊 跟风行和府王差不太多 跟风行差不多比府王少个一千块钱 末日的经济呢现在一万三千六 仍然排在全场第二 但是莫娜也遥遥领先 拉开了他大概四千块钱 还多点的差距 复魂双肚目 想法很好 真的想法很好 但是复魂双肚目这个东西在末日有跳到bkb之前 其实很难做出来 因为末日上不来啊 末日虽然这样比赛经济还算是可以 但是他上不来啊他没跳到之前 没有跳到之前是上不来 有跳到之后的没有bkb是上了以后不一定放得出来技能 看看这里一个捆捆住 这里残阴自保 拉着残阴自保成功了 风行率出入好高啊我去 风行这边就靠着一个 这个就靠着身上带着减甲球加上一个复零锁 秒这个紫茅秒的太轻松了 看看这里一变金又是一个瓶子给上去光法又是一个跳舞球留住冰女开大留住 nice 雅头洛的熊战是再次被击杀掉 冰女这里给人一个Noah减速 那么光法智王智光看到了 不是一个推波 不是智王智光一个推波看到了对手 风行率过来捆了一下 不过没有能够留住对手崩溃的末日有点可惜 辐尾巴尔尔的封面要帮助 辐尾巴尔的封面是被逃不救 辐尾巴尔的封面是 hack在 达巴尔的封面是依尔的封面是抗尖的封面 上楼又抓了一个紫毛 星辰的上高还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套路啊 为啥不上高 这是星辰啊 如果要是他们特别果断的上高了的话 对吧 你按照星辰的打法 如果特别果断 突然间特别果断的上高了的话 那你可能得看看他们是不是带打 是不是找人带打了 对吧 那这波末日 要上去先手 对方的炼金术是直接给上 那么紫猫过来抓后排的 对方的冰女 萨尔这里给上一个框大流出了对方的 给杀一个冰女 那末日怎么办 大招给完了以后 对方的炼金术根本就不带掉血的 风行一个大招在风猫出出 对方再给上一个墨勇 但是你跳刀跳不出来 这个墨勇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边熊战士一个跳刀 躲掉了对方的复灵锁 居然是 手速也是真的快 这波交掉了一个冰女 没有继续进攻的一个机会吗 这也有点略怂了呀 我是说 就不敢打了 炼金术式的变身CD其实是很短的 这边波波卡不错 波波卡抢了两个智慧神符 两千多经验 直接让自己的等级来到了15级 好高的等级 辅王这么顺的辅王才16级 光法这波直接15级了 抛了同样是酱油的冰女3级 黄跳猴 可以抓住对手的一个萨尔 死猫给上一个残阴 没有能够把这个萨尔给救下来 当然也救不下来 这里光把一个跳舞球没拉住 炼金术式这个地方自爆了 但是风行的捆还是起作用了 再加上一个猴 nice 这波就可以上高了 又是一个捆 捆住 然后风行接着射箭 炼金术式上来把瓶子丢出去 把虫击杀 虫妙完成一波双杀 虫妙的这个风行 确实这两场比赛打得是真的不错 ENS év 好像 然后 Connor 我们 自 关于为什么Nigma的这些人一出来 他们的实力就感觉变得很强 这个事 这张比赛结束以后我跟你说 其实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而这个东西它路波说的话容易引战 待会这样比赛结束 我给你们说 这波紫猫冲上来 直接一个残阴 一发封出来以后被光发的这个跳舞球拉了一下 临金树是开始BKP往前追吗 直接跳脸了 临金树是上去直接跳脸了 加上富王两个人的输出想秒末日 第一波没秒掉 那么末日手里面的大招还没有放 紫猫这块残阴出来 一个瓶子丢上去 亚托勒要被秒了 亚托勒要被秒了 动作大招是给到对方富王身上 然后两个人在追着这个富王 再给出出富王应该是可以杀 那杀掉这个富王之后呢 现在其他的人都在背对手 一顿疯狂的追击 然后风起了跳楼过来 再给追你几下 又是一个捆 捆住我 然后一根穿云剑上去 再加一个波 直接带走对方的末日 Mira选择在树林里面 一张TP 这个地方没有东西 能够去留他了 有点可惜 两人都出来到了 29比7 领先了21000的团队经纪 王辈终结了个超神 给了对面1800克 不过问题不大 团队的经济领先优势 还是很大的 这块把风行拉过来 把风行拉过来以后呢 直接给上一个大勋章 然后让风行拆大去打入三 莫大的内心也过来帮忙 连亚托拉自己跑过来 偷偷地打了一个魔方 偷偷地打了一个魔方 大叔MKB是不是风行的最佳输出装 通用性 通用姐来说是的 侧面的手 主持继续 侧阳的写厂描连着我 哦 碰行 这里又是一个nice的双捆 秒掉对手的一个萨尔 然后呢 再加一个不停锁 开始出出名了 王法的跳舞球 给的不错 王家联金数字 两个人冲上来 一顿风光输出 亚托洛的熊战士 被斩死 这里又是一个非常的控制 冰女兜过来以后 留住了对手 天阿莫克 宿妙 直接完成一波双杀 如同神一般的杀戮 完成这波双杀以后 人都数32比7 直接上高了 别的不说啊 白丝风行开大以后的这个特效 还是有点帅的 风行这个英雄 是我在特别早年间 就是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有这个老玩家有印象 就是紫苑是三个空名杖合成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版本 风行是我特别爱用的一个英雄 后来紫苑改成两根空名杖以后 我就不怎么用了 因为回篮不够了 那会儿三根空名杖去合成紫苑那个年代 我用风行的方法也特别简单 就是特别娱乐性拉满 但是效果也拉满的那种卡CD放穿运剑 哦 这里萨尔的框大炼金术是直接被秒了 留住了风行 但是好像没有输出能够跟上了 风行并没有死 冰几个冰这留住 那么这样可以斩死对方的末日 哎 被沉默了 没法斩 熊战士上来开始给输出 再被对方直方直方推一下 风行大招瞄掉紫苑般撑出双杀 往后撤一边往后撤一边给输出 这里直接是跳刀跳到了左上角 撤死对手的萨尔 打完这个萨尔以后 萨尔的子猫两个人选择了满活 这波要出来再去追击一下 苏妙拉住了 居然 恶劲别是 再把风行给看过来 风行这里感觉是要被打死了 第一条命 府王这个跳吼刃甲 吼住对方两个人 风行站起来以后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捆 我骗傲了 这里给上一个风停锁 捆住对方两个人 以后这根箭没有能够捆住人 把亚托洛直接打得开着BKB 开着大招往泉水里面跑 自己山上中了一个垫 但是队友给到他的支援很到位 这波并没有死 萨尔的你便是在留一个光法 框住 熊战士上来 一顿之处把光法给拍死了 紫猫这个时候也出到了 也再次回到了战场 那么这一波打完了以后是 中路高低高破 下路的远程兵营拆掉 但是近战兵营还在 整体的话 对方是三个人被击杀两个买活 而星辰那边则是交掉了三个人加一个盾 看看 府王还在找机会 府王还在找机会 跳过来 吼住 风行直接给捆 苗子帽 Nice 这个地方府王虽然空斩了 但是这个斩的伤害打上去了 斩的伤害打上去了以后 风行拿到了人头 这里又是一个护灵锁 捆一下捆完了以后 熊战士直接选择开启大招 驱散掉自己山上的一个debuff 然后跑 看看另外一侧 末日在追地球身上是有一个通明头戴 推了一下对头 不过还是被熊战士在恶尽撇视 在被对手萨尔恶尽撇视回来以后 熊战士一个拍地板直接送走 让人头说来到了36比11 连金术是家府王两个人抓住了对手的一个末日 但是萨尔的大招放完了以后 马上就被风行秒掉 这波末日直接被大爷带走了以后 苏妙转身就是一个大招 点到了雅头的熊战身上 不过熊战这边提前跳刀开溜 哥几个准备是上了 这波技术打断了 这波技术拆断了 不用怂 直接拆断了 对方没有空啊 没有空也没有输出了 熊战士一个人上的没用的 这波直接开就配了 原本就非常坏了 し отс 我那么听说我说 虽然还有没有重腕 我反正就没有过到铁处来 野兵处来 水牛齐 我真的《石贾草》还是他把炉弄了 那边但是没有后续追杀的能力了 连金助手开始追着熊战一顿输出 这个熊战就扛不住了 好绝可以上去 再加上一个控制减速 Nice Spirit打出了几次恭喜星辰 在双方P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赢下一局 而且赢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爽 非常的爽快的一局 Hello 我是桑果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 这是双方PO3的第二场比赛 让我们看一看星辰能不能够再接再厉 把Spirit打掉 在败州组往前前进一步 那么下一场比赛见 摸摸大